我的櫃子已經是別人的了 一向都是我跟時針搭配煮飯的 我們很有默契的 這傢伙 該不會是對時針有意思吧 就當是我們交個朋友 我把這條項鍊送給你 我會好好守護好 大遠 你睡我房間啊 我這一次 上來台北 其實是有個大計畫 在來吃的小糖醋 曾經你機會這麼多 偏偏就是不幫我 等到我冷卻後 再來關注我熱情過頭 Oh baby謝謝你收看 我新的生活 只是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交流 如果當初不能珍惜 不懂我們還有什麼 我好說 Oh baby謝謝你收看 你你的生活 現在的我真的已經 比成的不同 可惜不管你都留意 都無法擁有現在的我 Later 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